那另外可以看到韓國旅行社最新的統計 這個跟團旅遊呢 比去年暴增了608% 而且主要就是到張家界 那散客喜歡到吉林還有長半山等等 這次我想說 中國這個韓國會到中國去玩 大概代表一個意義就是說 他們的這個經濟狀況有比較好一點 因為前兩天傳出一個消息 他們在這個晶圓方面來講的話 賣到美國賣得很好 然後因為韓國的產業很特殊 韓國產業來講 它大概就集中在幾個大企業 對我們知道不管是三星啊 或者是LG啊 龍頭 對都是龍頭 那他們的年輕人工作 一定要到這幾家大企業裡面才活得下去 你一般中小企業來講的話不太一樣 就不容易生存下去 跟我們台灣是完全相反 我們台灣來講是以發展中小企業為主 讓中小企業可以存活下去 那韓國來講的話 它就必須要大企業 那我覺得最近來講的話 韓國可能跟中國來講的話 它可能這個關係有一些 民間的關係有部分改善 以前來講相處得非常惡劣 尤其是剎車系統要步入在韓國的時候 那時候中國對它是非常的反感 那尤其是雙方來講 有很多在商業上面 有很多統治性很高的 比如說電動車啊 或者是晶片產體 晶片是跟台灣有競爭性 那現在來講的話 我想說民間來講願意到大陸去 跟著中國去大陸去旅行 而且它的這個數量暴增這麼多 對 這就蠻那個 那是不是因為這個 當然我覺得說他們不到台灣來玩很奇怪 我們台灣是希望他們多來啦 那會不會是韓原最近也貶值的關係 它到中國大陸去的話 究竟比較近一點 可以花費的經費錢比較少一點 但是唯一一個我覺得影響比較大是日本 日本這次來講的話 好像他們就不再出國旅行了 因為日圓貶值的狀況非常嚴重 對他們來講的話影響很大 反而是中國大陸的觀光客 現在目前到日本去的比較多 我就開玩笑講嘛 我說十年風水輪流轉 對不對 現在變成日本的這些人在幫中國打工 那另外再來看到是印度自治的 烈火五行的洲際彈道飛彈 上個月11號從境內的卡蘭島再次的升空 專家研判這一次呢 是首度驗證了多彈頭技術 未來將會用於反攔截 我們請教亮哥 這個 它初次發射是2007啦 你看距離多久 已經16年 那它的射程大概是5000公里 那基本上是 這個也叫洲際啦 因為基本上可以射到別的洲嘛 就是洲際 那可以 有點難吧 不是啦 洲啊 澳洲應該射得到吧 5000公里射不到 5000公里從印度大概只能到夏威夷 OK 到不了 上海到夏威夷是8000公里啊 因為人家自稱是洲際飛彈啊 沒有 因為亞洲到歐洲也不只這5000公里 因為印度那個位置很尷尬啦 對啊 到每周也不只5000公里 反正它射程就是5000公里 那基本上是可以裝核彈頭啦 那這一次它射 我估計應該是多彈頭啦 所以它說可以反攔截嘛 就是它本來設定就是可以裝2到10個彈頭 那也許這一次是比較多彈頭啦 它的所謂說反攔截意思就是說 這個中國大陸的東風系列導彈攔截不到它 對 不過兩個我這邊講一下 是 我看它這個造型很特殊 大概有 其實它大概有在懷疑 它是不是多彈頭 你說它可以射成5000公里有可能是真的 對不對 但是它是不太燃料 它為什麼說它不太可能是多彈頭 因為它彈頭的形狀不像 它彈頭一般來講多彈頭 那個彈頭你看義勇兵或幹什麼 或者是圓的 為什麼 因為它類似一個碗一樣 裡面裝了10顆彈頭 那它這個來講的話是尖的 那尖的代表什麼 你想想看你前面那個彈錐 彈頭那個部分來講的話 你想想看有可能裝到幾 有可能裝到10顆彈頭嗎 你除非說是裝了彈頭很小 不然的話你不太可能裝到10顆那麼多 那通常多彈頭飛彈來講的話 它必須就是說搭配 它如果說我裝10個多彈頭對不對 它是怎麼樣 可能有5顆是真的核彈 有5顆是假的 那我5顆是騙人的 對不對 你攔截來講的話 那你就是浪費你的這個攔截飛彈 那我有5顆是真的 在真假之間夾雜在中間裡面 我將來對你實施攻擊 那叫多彈頭 那通常來講像巨浪啊 像中國的巨浪 二巨浪三來講的話 它都叫10顆 10顆的這種核彈的彈頭 那美國來講的話 義勇斌陸基型的飛彈 它那個造型也是前面是尖的 但是它後面又特別突出來 我特別你各位可以去看那個下面 它是這樣子一個造型 就是說它前面那個彈尖部分 脫離之後 它後面在太空之中 它就同時可以發射10顆彈頭出來 所以那時候大家煉火出來的時候 有一些軍迷啦 但是它懷疑說它是不是真的多彈頭 其實是值得懷疑的 因為印度很喜歡吹牛嘛 它最近吹的牛更大 它看到中國的這個福建號出來以後 它也要做核子動力 真真假假虛虛實實 它要做核子動力的航空母艦 那我們後續來講的話 當然印度來講它這個除了說中國 四周敵人跟它 四周的國家都跟它處得不是很好 尤其是中國 那它也是在武力威嚇中國 但是我覺得說這兩個國家 真的是要軍事打起來不容易 中間隔一個喜馬拉雅山 對不對 怎麼打 那根本就沒辦法打 真的會跟它打的是巴基斯坦 對 真的是巴基斯坦 它這個對巴基斯坦 巴基斯坦是真的有核彈 巴基斯坦倒是沒有垂牛 我最近試了一個東西真的很有用 所以要分享給大家 那就是太陽星全校克菲爾益生菌 吃了兩三天 真的有明顯的感覺 最主要就是睡眠的品質變好囉 那你知道這個睡得好呢 整個人工作就可以更加的專注 當然情緒也就變得更好了 因為太陽星全校克菲爾益生菌 我才認識了這個克菲爾益生菌 它是由多支菌種益生菌 所組合而成的 不但是能夠維護消化道機能的正常運作 而且呢 還有多種有益健康的保健功能 非常的強大 有台大教授專門研究它 把它叫做神仙的禮物 而你知道嗎 有上千篇國際研究證實 克菲爾益生菌 不僅是幫助腸道健康 腸道菌透過腸腦軸 影響全身的器官 所以維持腸道菌總的平衡 這是解鎖身體健康 精神健康的鑰匙 對於幫助睡眠維持好情緒 真的是很有感 也因為這不是藥 有季節敏感代謝困擾 關心惡性細胞風險的好朋友們 選擇太陽星全校克菲爾益生菌 做好日常的保養 身體輕輕鬆鬆 沒有負擔 每日克菲爾時刻美好 good feel feel good 請上快點購為健康下單 也記得輸入推薦碼 有額外的折扣喔 最好 擊掌 感谢观看